今天来给我的小海钢挑选新成员 这些小丑鱼都是人工繁殖 饲养起来会更加简单 当然也少不了小丑鱼的好搭档海葵 他们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 到家之后进行过温过水就可以入缸了 刚到新环境的他们有些紧张 别着急 等会儿放了海葵马上有变化 那就赶紧放海葵 他们叫奶嘴海葵 有意思的是他会给自己搬家 找到一个水流舒服的地方才会定居下来 所以我放了两个躲避屋进去 同时用手机记录一下搬家过程 然后很经典的一幕来了 有一只小丑鱼已经躲进了海葵 这应该是大家关于小丑鱼很熟悉的画面 在卖浪里撒下我们的爱 在卖浪里撒下我们的小丑鱼很熟悉的画面 在卖浪里撒下我们的小丑鱼很熟悉的画面 在卖浪里撒下我们的小丑鱼很熟悉的画面